阿娇未婚夫被报约会赖昧,婚约事件成笑谈 此前阿娇的婚约事件吵得沸沸扬扬,一会儿宣布要结婚了,一会儿又到出婚期推迟,网友们纷纷吐槽能不能给个准姓儿啊?急死人了! 阿娇未婚夫被报约会赖昧,婚约事件成笑谈 但是近日,阿娇在出席某活动的时候被主持人问到这件事,居然否认二人将在五月完婚,并解释称彼此工作都很繁忙,所以暂时还没有决定结婚日期 听到阿娇这个说法,网友们不淡定了,这是又发生了什么辩护吗?之前微博秀恩爱的时候说的,好好的,这就打脸了 阿娇未婚夫被报约会赖昧,婚约事件成笑谈 之后,据知情人士爆料阿娇未婚夫曾多次约会赖昧,两人经常一起外出游玩,赖昧还在自己的社交主页上晒出自己和阿娇未婚夫的亲密合照,并称呼其老公 阿娇未婚夫被报约会赖昧,婚约事件成笑谈 阿娇未婚夫被报约会赖昧,婚约事件成笑谈 这下子网友们终于不淡定了,阿娇这是找了个什么未婚夫?跟别的女人如此亲密还公开秀恩爱,这花心渣男啊 有的网友也表示这男的面相看着就像那种很爱玩的男人,要不得 而此次事件爆出后,阿娇还未做出回应,不过纵观整个婚约事件前后,貌似都是阿娇一人在委曲求全,多次让步 先是只看重心意不要钱,又是各种微博表白,但最后还是碰到了这种事 真是难为阿娇了,渣男吸引体质吗?心疼阿娇一秒钟 阿娇未婚夫被报约会赖昧,婚约事件成笑谈 你怎么看?